我租的基本資訊就是我現在已經住在這邊滿四年了 然後呢我現在住的是一個亞房 我們是兩人共用一間衛浴 房租的價格呢我剛搬進來的時候是五千 然後現在大概是五千八左右這樣子 房間呢不要覺得好像它很大 因為很多人看完影片都會問我說我房間是不是很大 並沒有好嗎 所以我房間的長寬呢是3.5x3.5公尺 但我本身是1米81公尺 所以大家應該就知道我房間其實沒有到很大的箱子 好那我現在呢是用iPhone相機這個0.5的廣角模式 我覺得它的這個廣角模式很厲害 就是畫質也不會到很不清楚什麼的 讚 好那給大家看一下這是我房間的全面視野 那我就一步一步來介紹 首先呢是玄關這邊 這邊有些我等待要搬回去討論的東西所以有點亂 那我這邊我有在IKEA買一個鞋櫃 然後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它應該算是鞋的架子啦 它是這種金屬的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那放我大概七八雙鞋我覺得很夠用 所以我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IKEA買這個的 其實我搬進來的時候這邊沒有巧評 是我自己在鋪上去的 我覺得你一定要平 因為這樣冬天會很舒服 那這邊呢就是有一個我在IKEA買的全身鏡 然後我也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大小很剛好 就是也不會太佔空間 然後又可以納入我全身 所以就很常在IG上面看到我在這邊這樣自拍 那這個全身鏡呢 它好的地方是它後面還有這種掛鉤 然後這邊我會放一些我每次拿去洗澡的一些什麼 沐浴露啊洗髮精什麼的 對 但是基本上我不會在這邊掛東西啦 因為毛巾什麼的我就會掛在外面的陽台這樣子 來到最主要的這個我最愛的空間 就是我那時候精心設計非常久的書桌 然後先講一下 可能會有人問這個書桌是我在IKEA買的 我記得它的價格是七千塊八千 但是我覺得超級實用 尤其是我這種家要在這邊用電腦 又要拍影片 然後有一堆化妝品的人 這樣的桌子真的很讚 我覺得它勝過 就其他很廢的一些櫃子 反正我很推薦大家一定要去 入手這個L星桌 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很需要用桌子來做一大堆事情的話 這個桌子我現在用了整整四年啊 我都不覺得它有什麼太大的刮痕啊 然後反正它從來就是沒有出現過任何問題 自己覺得CP值是很高的一樣家具 簡單介紹一下 這邊這一群呢就是我各種的化妝品 這是我在淘寶買的一些 就是壓克力的這種層架 然後就可以放很多什麼唇膏啊底妝 然後這邊是放口罩啊 一些我比較少用到的一些保養品 或者是髮品 那這邊就是一些書 然後我很想用的化妝棉 那這個牆壁呢我自己有貼一些東西 是我之前留作紀念的 然後這邊呢我就有放一個環燈跟我的相機 我就會一直放在這邊 那這個角度看過去 其實就是大家平常看到我拍影片的那個背景的方向 這邊呢是我自己還有個念書或者是用電腦用的台燈 這邊這一區就是我的工作座啊 我有買一些什麼筆電架啊 然後一些什麼滑鼠架啊 鍵盤啊之類的 欸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覺得這個超讚的耶 這個是我那時候公司聖誕節送的一個無線充電的 然後它這邊是可以磁吸著我的手機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 iPod Pro 這樣 然後它就可以自動充電 這個是我跟這個桌子一起買的 它是一個可以夾住的在這邊 它就是可以鎖住 然後它就可以讓你掛一些什麼阿里拉雜的小東西啊 像這邊就掛了我一些也是化妝的用品 還有一些我的保養品啊 還有一些什麼隱形眼鏡啊 痘痘鐵啊 反正我都掛在正面牆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住在內容比較小空間的人啊 這樣的東西你一定要有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把你的一些哩哩扣扣的東西收得很好 然後也不會掉下來什麼的 那再來看來這一區呢就是我睡覺的地方 其實還蠻普通的 這個單人床 那時候是我進來就有的 然後它的size其實是比一般單人床還在大一點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一個人睡起來是還蠻夠的這樣子 然後轉過來這邊呢我有買一個也是IKEA的層架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我覺得它對我這種有一些比較大面積的 像我以前會放帽子啊包包 然後我有一些3C用品我會放在這邊 那下面呢我就會放一些常態性的民生用品 像是什麼衛生紙啊洗衣精洗髮精 這邊我就是放一些可能我夏天的衣服 我就會把它收來這邊 然後上面就是有一個冰箱 這個冰箱其實還蠻大的 但它現在也是被我清空了 基本上我也沒有買太多食物在裡面 它通常都是冰一些可以直接吃的東西這樣子 那最後呢來看到這邊這個是它原本就有附的衣櫃 然後我覺得這個衣櫃很讚 就我覺得我房間最需要很大的東西就是桌子跟衣櫃 然後這個衣櫃呢我覺得以一個人來說其實已經很大了 我衣服其實很多 所以這個衣櫃對我來說才是剛剛好 你有看到我先把很多衣服都先搬出來 所以它現在看起來還蠻乾淨的 然後還有什麼內褲襪子 我有再買一個這種比較小的收納盒 然後下面呢就是放褲子類型的東西這樣子 我剛剛還忘記帶到這邊這一區 我有買一些小型的收納架 但我覺得沒有很實用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特別拿來放什麼東西 個人覺得這種層架沒有比我剛剛講到的這個IKEA層架好用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還是買這個會比較好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看一下廁所的部分 這樣在外面 Let's go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就是我的廁所 然後其實它還蠻大的是一個這樣子L型的樣式 然後我得講一下 我覺得我的某一個房客人真的超好 他都會打掃廁所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雖然牆壁有一些可能水垢啊 但是其實整體上這邊是非常乾淨的 感謝這個非常好的房客 然後我們這邊廁所呢是兩個人用椅間 我自己覺得在使用上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我很少會跟別人就是撞到什麼之類的 那我自己是很滿意這邊這個廁所